台北市寧夏夜市 亲民廉假人潮多 却发生了砸店纠纷案 一间烧烤店不满被多次检举占用棋楼 怀疑是隔壁冰店用手机搜证 让警方找上门 6号凌晨12点多 店内的员工就怒砸冰店大闹 但是冰店老板也喊冤 说一切都是误会 自己也被检举过 黑衣男拿起立牌 旧巢店门口猛炸 力道之大 立牌瞬间解体 连监视器也剧烈晃动 但他气还没消 再换成一旁的椅子攻击 场面火爆 干杯啦 不好意思啊你啦 你再拍 冰店外凌乱不堪 火爆冲突地点 在台北宁夏夜市 店内个人吃冰吃到一半 看到有人砸电 吓到全跑光 警方到场 双方继续争论 等一下 什么样子情况 先讲一下 好啦 要这样子的 好啦 停 原来动手的是隔壁烧烤店员工 六号亲密廉价 夜市几满人潮 却被检举内用桌椅 占用其楼 最近半年一直有接到那种 检举的电话 然后一直有警察到现场 有录到他就是拿着手机 然后来店里面的门口 去做拍摄动作 一天就被检举两三次 怀疑是冰店员工录影检举 让警方招上门 员工一气之下冲动砸电 不过冰店老板叶罕冤 我有跟他解释 这冰没有的事 但是不止的是口袖 我们从来不会去检举 带走连续去 营业用的那个冰箱 什么都打很贵了 如果省策的话 大概是提完嘛 冰店老板说自己也被检举 这回却反被控诉 还被砸电 实在好错愕 这下邻居当不成 各说各话 只能到法院说清楚 记住王湘杨文豪 台北传媒报道 良好 我看到那边 会不消灯 我看到这个 角色的 对